这里是开户堂北美时间 2021年10月27号的傍晚 我们下面再补几个 我们下面讲到的 知识新闻方面的会员节目里面的主要内容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个 一个网友全球运势分析 我们一定要抓住大格局 抓住大格局 然后细节你就能够看出来 那么细节是什么 是让我们细子化看清楚 一个事物的一个本质 大格局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和趋势 那么你有了大格局 所有的现实情况 你往那个大格局里面放 就像我们讲到的拼图一样的 网上一放你就马上清楚 他这个信息是真实的还是假的 还是发信息能想忽悠大家 也许他发的时候 他可能真心诚意 但是是他的愿望 跟现实不符 所以你必须要不拿了事物 放到现实当中来 这样的话我们看问题就看了一清二楚 尤其在我们讲美国的 拜登和川普之间的竞争 对吧 川普和拜登之间竞争 所以大家 有能投机是什么 投机他是不知道原理 然后呢一看这个势头来 就马上昏过去 马上就摆过去 那么还有一些呢 叫机械化 用立场来看问题 立场那就不对 那你基本上就容易出问题 立场论呢 基本上都是被忽悠的 被忽悠的万立场 你是跟随者 你根本就谈不上政治 只能当一些炮灰 因为他需要这样的炮灰进去的 所以一般来讲 你要看清楚他的走势 参与走势 我们看到这个背后一个大环境 你就清楚了 拜登和川普之间 他是怎样的一个博弈状态 就清楚了 你比方说要了解共济会 共济会的来源 DS的本质 DS本质就是了解共济会 那么Q的本质大家知道是 全球情报系统 那么Q受到制约呢 DS 它是 以共济会 共济会有核心 那共济会又不完全等于DS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它不是完全对等的 否则如果完全对等 人家直接就说 共济会了 干嘛还说DS呢 这个完全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些细节的东西 这些东西一定要看清楚 不看清楚的话 可能是了解不了 那么作为Q来讲 它在自己的运行过程当中 它也有短板 它是一个等于算是 掌握到这些信息 知道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所以它纠正方向 但是它没有一个 跟民众的一个衔接的实际 就是金融方面的问题 金融方面的问题 你怎么去重置 DS所以强大 它都是因为是金融 靠了一个资本 靠了一个金融 这块它跟地方是衔接的 所以它就形成了这样大的 所以你只能去把它这个 金融系统分化掉 为什么呢 你离不开 DS下来落地 Q下来落地 它也必须要有金融 所以我们讲金融就相当于 中产级就相当于一个 中间这个柱子一样的 你不可能离开 你只能把它排毒 修正 或者是你有一套新的金融系统 取代它 完全取代 那就OK 这其实就像我们比方说 共产党老毛 为什么能够把蒋介石轰走 他把蒋介石过去的一套东西 全部给推翻掉 他用一套新的 就前苏联的东西来替代它了 全面替代了OK了 但替代了你掌握政权了 可是你没有进行下去 没进行下去什么 你的人文没跟上来 你的人文基本上都是斗争的 所以你能够推翻它 斗争是双方干架的时候管用的 架干完了 你后面再要建设 它就不行了 它一整套人文东西就跟不上来了 跟不上来了 所以它就后面就衰败下去了 我们讲到社会主义也好 共产主义也好 它一旦落到这个和平时期 它就有点乌托邦了 乌托邦了 它就没办法了 尤其是 它只能是在于一个贫穷的时候 搞斗争的时候管用 等到斗争上来以后 那就没戏了 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的一整套的 所谓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它并不完善 不完善的一个原因 它把资本给扔掉了 货币给扔掉了 你这玩意就等于把自己架空了 但是你又离不开 现实生活当中离不开 你等于架空了 架空了你就没戏了 我们讲到这个 这个状态 那它就是肯定是死亡的 所以后面有些就改良 一旦共产党就改良 要跟美国走 开始引进美国的资本主义 这套体系 这样弄了不能不累 那么共产党自己呢 它没辙了 它就转向拿儒家 来填充自己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一环就风马牛不相及 乱套了 到最后自己就乱套了 整个全部乱套了 我们讲到这个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 它的一个大格局大方向 清楚才可以 下面我们讲 这网友看到的 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图 这个图我们以前讲 以前看到过 这是要理三层外三层的 一个格局图 根据这个格局图 就看到了一个整体 我们念一下 它看到了 现在的信息基本趋于一致 按照规律走 没错 按照规律走 西的运势越来越强 西一个日子旁 一个义这样的繁体字 西的运势越来越强 这是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要妄想有人内部翻天 目前看来现有的系统里 没有潜龙运势 命述没一个靠上的 大家去琢磨这个概念 我们认为就是说 DS的龙头没有了 比方凡帝纲啊 比如英皇室那个 或者至少把他给纠正过来 纠正过来 或者是至少制止他 继续在邪恶下去 不让他邪恶了 那么说白了 也是打成了一个妥协 有人讲 既然英皇室在里面 他也有念通弊啊 所有东西过去传得很厉害 讲了情况 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这个里面大家又不懂政治了 它是一个标杆 是一个整体的 所以只要制止他 不干这种事就行了 不干这种到此为止 我们讲到了 就比方说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对吧 你想中共把国民党 那些高官也是一样的 你投降了 起义了 OK到此为止了 到此为止了 后面就既往不咎了 反而说你对大家有贡献 因为他不是他个人问题 代表整体 你要把他个人和整体分开 就比方像日本天皇 二战时候 日本天皇确实犯下了 一个战争罪 但是为了一个大局 和整体来说 日本天皇不仅代表自己 是代表整个日本民族 那么整个民族 一把天皇干掉 日本整个民族可能炸卧了 那可能引起了更大的犯法 所以把日本天皇呢 比方他军国主义意识 从他内股里面排出去 把天皇留下来 这个就是 我们中国人可能理解不了 有人讲这个政治就变成 大道窃国 小道窃租 大道窃国 这里面就有 至少一点 中国人要分清楚 人和事 人和事情要把它掰开 掰开了 那你改现归正了 就没事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确实是 让中国人要勾强 要学好长时间 他这里面讲到了 其实就是DS的 那个 镜头已经没有了 往前再往上推进的那种 系统性啊 或整体性往前推进 就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以后下面就要纷纷的 就像群伦无所 还纷纷要重新站队 那么大量为什么过去 还有这么大的势力 因为大家知道 跟着金钱 跟着资本走的 因为人类是个经济动物 你这时你回避不了 然后经济动物 所以他要风向转了 你只要把那个龙头 稍微偏一偏 偏过来 所以大家都转向了 我们讲了很清楚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他后面再想翻天 回到原来鬼道 回不去了 就像中国的习近平 想回到老毛 是回不去的 因为时代变化了 邓小平把那个龙头偏了 你说邓小平是不是 共产党是共产党 你说他反不反共产党 他也反 但是你说他遵守共产党 他也遵守 我们讲这话 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 这就是政治 我告诉你政治 政治里面 所以网友网友 有人讲没有永远的 赢家 也没有永远的正确 也没有永远的错误 最多都是利益 他是考虑到群体和个体的关键问题 个体你就变成一个人了 你要考虑到集体就变成一种事 这个事你要把人和事要分开来 一定要分开来 所以这样 他说不要妄想有了内部翻天 那就是DS 因为它不是一个整体的紧密的东西 它如果是整体紧密的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像中国共产党的内地 相对来说是个紧密体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他目前看来 现有的系统里没有潜龙运势 也就是说 现有的这个DS 没有后继无人了 前面头斩掉了 下面基本上就四分五裂 各奔东西了 只是百足之从死而不僵而已 还有一些按照过去的惯性运行 你比方说中美之间 川普17年开始 17年下半年开始 跟中国开始打贸易战 决定了 方向决定了 OK 你整个美国的其他人 哪怕再想往回走 甚至是 哩哩啦啦跟川普战争 对已经没用了 龙头转了 龙头转 整个美国的国策变了 所以你有先见之明的 你就早早的抽出来 反而好 你没有先见之明 后面墨迹墨迹 早晚要出来 有时候 那就看你 有的人呢 晚出来比早出来好 有的人早出来比晚出来好 这就是看你具体的 个体的运势了 所以我们讲到这点 所以命述没一个靠上 这讲到 CCP权力牢牢把持在资本 导致很多一部分 有气数的被资本吸收 被资本绑架 翻不了身 更多的缺少资本 成了无根之瓶 养不了气 泯燃众生 封闭内卷 这讲到了国内 共产党内部 所以共产党呢 他用这权力 他控制了资本 这个是有的 他用这权力 他绑架了人 因为资本最后是人操作的 所以共产党把人给绑架了 你不然把马云绑住了 绑住了 马云就没办法 他身上的资本就跟着他 要受到一栋牵连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 然后呢 你也放不了身 那么前面 如果说把前面那条 没有潜龙运势 那就讲到 共产党内部后继无人了 没有人再过来 能够反习近平也好 没有人再 挑起大梁也好 那基本上已经没戏了 我们以前就讲 朱温之后 没有人接班了 朱是朱镕基 瘟是瘟家宝 再下去没人接班了 没人接班就 气数就定了 气数定了 就是具体操作者没有 变成了习近平一家 拢了一起 他不可能协调 这就这样 所以只能发生内卷 封闭内卷 OK 而海外文明世界 又是个大水池 海外文明世界 是个大水池 将最后一部分人事 有识之士吸纳过去了 所以大陆其实是被遗弃了 翻不了身的 草芒中基本没有什么气数 这讲得很清楚 就是世界上一个大局势 把有识之士全吸走了 该离开的就离开 该走的就走了 所以国内基本上就是一顿垃圾 剩余下来的东西 所以气数已尽 告诉大家 整个国运 整个国运 哪怕共产党的运势 国运都是没有人才了 你就没心了 一个社会的强盛主要是人才 主要是人才 人里面就是人才 如果你吸纳不了人才就没戏 过去共产党能吸纳人才 吸纳人才所以共产党能把蒋介石 国民党给轰走了 吸纳的大量人才 当然还有外面的力量 加上一些人才 那么你现在吸纳不了人才 那你就没戏了 这个气数就是每况愈下 每况愈下 尤其他现在又把李云迪 类似这也是一个象征 一个代表性人物 原来讲李云迪跟政治没什么关系 搞音乐就搞音乐了 那么你政治能靠音乐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用把江泽民主任跟李云迪见面 你就说李云迪是江泽民派系 这种方式忽然靠就有点慌不择路了 恐惧和慌不择路了 这个就是完全的就是无鸡刺头 结果就一下子试得其反 你把所有的有识之识 全部含了心了 全部含了心 你这个大柱子就塌了 一个社会的柱子塌 一个团体的柱子塌 你后面全靠这些 鸡鸭猪狗之类的 你基本上就没戏 草盲英雄是没用的 草盲英雄 草盲英雄只能是破坏作用 打乱格局破坏作用 给别人创造机会 大家记得这一点 所以下面讲指望内部生变 或者改良或者乱暴 基本都是妄想 没有气数才干具备的人了 就是他讲了三个 内部生变就是共产党内部政变 或者是改良 改良现在不用说了 基本上梅西他没有那力量 改良力量根本就没有 然后还是乱暴 乱暴的话就是民间的暴动 基本上现在都有高科技 所谓控制起来就是很难 所以唯一一个指望的 就是你对外开战 一开战以后就出现了 那个溃疡 大规模的溃疡 溃疡就往内部就开始四分五裂 我们讲到这个 但是呢也有一种 也有一种就是 全民的全国大面积的暴乱 你比方像这种停电 现在是大家还没意识到那点 你可以耗卖 就相当于中医耗卖一样的 现在第一波过来 第二波再下去又是怎样情况呢 但是问题是现在没有人能够站起来一呼百应 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十年下来 中国已经是一片散沙 完全是散沙 沙漠化 全部在逐渐的退到沙漠化 你知道沙漠是聚不起来的 沙漠的沙子聚不起来 它必须要有水 要有泥土 两样东西 首先要有水 有水以后 然后但是沙漠又存不住水 什么叫水 就是智慧 我们讲到智慧 有才干的人 如果有才干的人 有智慧能留下来 那么那个有智慧能留下来 那个人就变成了泥土 他就可以把这沙子转变成泥土 那么才行 但现在是没戏 我们讲到 所以基本没戏数 所以指望内部变化 所有情况变化 基本是妄想 你就等着全面崩溃 全面溃满下去 所以这片大陆的命述要看天运 周边国家的天运增强 如果互补那就是天时地利 如果互相克 那就是刀斧加身 迟早要分个高下 这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所以你内部里面起不了 没有一种很好的人才的东西了 那就没戏了 我们讲到这个 所以周边的话 那就是双方正要拼力量 如果你大陆的话 跟周边 就愿意 问题是大陆不愿意互补 过去是西方社会讲话 我们互补 定位都好了 然后这边就开始反水 到达一定以后 他就反水 反水那就没有互补了 没有互补了 双方之间就干账 好 后面也讲到 这个星球 气数最强的是老美 过去的DS群狼还市 联手将老美掀翻 这才有了DS和CCP的抢占先机 矛盾加深 矛盾加深 这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老美卡在了一个关键的点 老美你要掀翻他就有一个点 那个玩意你过不去 就地球扬升迈入星际探索 已经上了轨道 人家正好又上了一个台阶 如果没上台阶 那基本就被DS给颠覆掉了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所以他上了一个台阶 他维度提升了 就像二战的时候 美国一参战以后 把德国的空军力量给干掉了 空军力量一干掉 德国人就没有扬升了 他在二维 只是在平面上面 他是老大 你基本上你干不过他 那么但是制空权一丢 你平面就落实 马上下来 制空权老美一来是制空权 制空权一起来 你的地面上的部队的强势就没有了 就逐渐摔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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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高维度 层次低维度 所以美国现在他跨越了三维空间 正好他有一个扬升 就是他的太空军 太空军一出来 你DS地面 你再强大也没有用 再强大也没有用了 我们讲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 他讲到这个 所以他说探索已经上了轨道 跨户 现在的特斯拉已经突破万亿 还只是开始 产业升级 人家抓住了先进性产业升级 就是跨越三维空间的高危 所以你把那些大科技公司 可能都要跟着特斯拉 在他后面跑步了 那你基本上 大科技公司再回过台 想控制地球 你就没戏了 因为他上面还有个 能够控制这些大科技公司 甚至引领他 或者是消灭他都可以 那么这个就是 重点的一点 所以这无疑又开发了一个更大的蓄水池 什么叫更大的蓄水池 就是蓄金钱 资本的流向 资本的流向 它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蓄水池 那么中国就变成房地产 那基本上就死囚子了 房地产就钢筋水泥 钢筋水泥是固化的 没有任何价值 没有任何的再利用价值 它只是有一个过去的 这是现在 它没有扬升的价值了 所以我们讲科学技术是现代 社会最重要一点 但是科学技术背后又需要人才 你把人才 中国的共产党又是个野蛮人 这外行 外行你要去领导人才 你把人才给压一点 把人才都赶掉了 所以你基本上资本真的就没戏了 没戏了 所以后面整体都没戏 我们讲的 这无疑有开发力更大的蓄水池 老美损失的气数才有了补充 过去是在全球正封闭下 被DS全球式的链子高 甚至把它内部能够都给撤反掉 然后现在它扬升了 一扬升的占了新的高度地位 新的高度地位底下就知道气数已经了 没戏了 重新占据核心位置 规划地球新秩序 说得很好 我们完全赞同他这个观点 和他这个整个格局 介绍了这情况 重新占据核心位置 因为高位 高位就是核心位置 二战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美国能那么强大吗 除了他后面的经济实力 更重要的时候 他是科学技术超前一维 超前一个维 或者半个维度 因为二战到最后 他首先把原子弹弄到手里了 原子弹弄到手里 你就把日本给挣住了 德国就不用说 然后他就制空拳起来了 制空拳那飞机战斗机那些制空拳 平面上那个生产力又上来了 这几项东西都促进他把 二战时期的德国给摁下去了 摁下去了 所以这里面千万记住 所以下面有讲 Q和老川选在一个扬升过程中 发动暗战 暗战底下 扬升过程当中 因为还没有定型 如果定型的底下DSG就垮了 所以他正在这边要扬升 你不能影响到他的扬升 你要影响到扬升 扬升那你就 掉维度那你就没有 你的输赢就很难说了 所以我们讲到的 就差这么半维 一个维度高一境界 那就不一样 尤其是契合这股运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只会越来越强 当然不会出现 中途崩主的事情 那就中间不会崩块的 你上了这个轨道 你底下基本上淘汰 因为上去以后 就像一个红锡现象 你上了这个轨道 你就吸进 你比方说现在的马斯克 搞个星链计划 那你地面上的苹果 什么手机 什么5G 什么基站 全部废了 全废了 你只有往他靠 什么叫吸引 就是往他靠 你把马斯克搞了个电动汽车 这么点 就占先机 里面把智能又放上去了 智能电动汽车放上去 那么其他的汽车 你就废了 全废了 低维度了 什么柴油汽油车 全部整个报废 整个报废 那你DS的能量就没了 没了 你至少你回过来要找 你找你就跟着他走 跟着马斯克走 跟着马斯克就跟着Q和川普走了 跟着这方面走了 那你基本上没戏了 既然没戏 那么资本就从DS里面就要跑出来 跟着走了 这个叫悉心大法 我们也讲叫悉心大法 记住到这个很重要 所以世界随着时间 对于指挥越来越强 当然不会出现中途崩举的事情 因为它上面的空间是无限的 所以不可能崩下来 而且跟地球的衔接 跨维度的衔接 有了特斯拉 有了不是特斯拉 有了这个马斯克 基本上都衔接上来 我们就举马斯克一个特点 其他的东西他盖不住了 其他东西都盖不住了 他整个应用神面 拔高了一个层次 拔高类似 你比方说有人讲 什么浪人的 长生不老的机器 那个在这拔高层次 技术上你再放下来 它就接地气了 如果在这个整个层次 没拔高的情况下 你把那个放出来 地球承受不了 人家不愿意消化 也就是说 一百年前为什么 要把特斯拉给弄死 或者干嘛 因为他衔接不上 特斯拉太超前了 太超前了 底下后面一种衔接不上 然后特斯拉也没有 那么强大的国力支持 他一个人单枪匹马 有点单枪匹马 那不是唐吉克德了 他能够挑战 但人家就感到害怕 你问我先翻了就不行了 所以把特斯拉给弄死了 现在马斯克有了 后面有Q做一种支持 有美国军方支持 而且实用性各方面都在一起 另外他这个 又跟现实 又把现实的一系列的产业 全部给你推翻掉了 所以我们讲 这个就是上帝安排的人物 或者就讲 比方说刘关章 突然逛了好长时间 没出血 碰了一个诸葛亮 诸葛亮就等于 现在的马斯克 在工业和科技和进 上面就相当于 过去的诸葛亮对刘关章 我们讲的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就一下子就扬声了 所以只要稳扎稳打 未来可期 看了最近一系列的潜层地震 清理信息 DS国会势力的衰弱 川普媒体的预制 预制就预先埋伏 不快也不慢 火候差不多了 就是一点点开始跟了上来 我们讲到 这是一个 然后老美开发出了新的天倦 气数 但是地球上其他国家科技经济跟不上 现在在逐渐靠拢 尤其台湾踏上这个节奏了 所以老美最终跟台湾谈派 为了把台湾拉进去 台湾里面很重要的科技 有个张忠谋的那个芯片 芯片正好衔接上去了 这个就是台湾是不可导的一个核心之主 也就是张忠谋是台湾的救星 我们讲解是救星 那么再加上 他们的电动车 电动车里面的一些关键的技术东西 有一部分关键技术也在跟上去 跟上去 所以这些就导致了台湾 成为了这样的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棋子 但是地球上其他国家科技 科技经济跟不上 还在分配这原先的天运 就抢劫原来地面上的 英澳分配着原先欧盟的天运 欧盟就等于解体掉了 我们双引号的解体 它不是真的分散掉了 就是欧盟原来 其实DS里面很大的力量是欧盟 大家可能不知道 欧盟很大的主要的力量 我们讲的 后来就借用了中共两大块 我们讲的 这跨湖气速不稳之下 才有了北欧三国 立陶宛波兰的治理盟户 就内部分裂了 我们讲到这个 然后英日分配着原先大陆的天运 原来是大陆这块饼 被印度日本分了 甚至东南亚 一切都分掉 跨湖气速相冲之下 才有了印度的整个带胆 日本的解禁开海 对东亚的辐射 日本就解禁了 解禁就是其实 美国就把日本原来封闭的 不允许搞军备 怎么都没有 现在全部放开了 那日本成为了真正的 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了 它就可以军备 所以开始辐射到东亚 就压力都出来了 这讲得很好 在这种气速纠缠之下 大陆只会收拢 自身气速资本资源 我全面微缩 全面微缩就被内卷 做垂死挣扎 基本出现不了 和周边国家 所谓的气速相生 改弦一折的事 就是很难了 基本上没戏了 我们讲到基本上没戏了 可以说是天运命述选择了西 西方 天运相克之下 CCP那些天运会选择挣扎一下的 那我网友讲 写的是玄幻小说 不要在意 讲故事 玄幻小说 不要在意 但这基本上分析的很好 用了我们中国古代的道家 或者是系统的概念 把整个东西看出 所以我们讲高手在民间 高手在民间 短短的几句话 把整个全球的态死 说了很清楚了 层次也出来了 第一层次Q 以马斯克为轴心 显示出来了Q 如果Q没有马斯克那些技术 做支撑 Q就等于算是纸上谈兵了 可能要明显的相搏了 既然有了这个运势 有了这个优势 他就不慌不忙了 反正你们是跑不了 斗得归我 他在高高在上 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讲Q 等于是在玩战略 那么DS呢 他没有这样那个维度 没有这样维度 所以他玩的是战术 所以战术上 有时候他会赢 其实他都是在 按照战略的方式 去赢的 所以这样的话 DS就分崩离析了 分崩离析以后 他都要各自找主任 最后就被吸纳 吸引的还是以老美为主 对于老美第二次 又带了大家世界 往上扬升了 那么这种情况 这是讲到第二层 第三层就让中国 中国要给打破过去的 DS的一个格局 所以过去 他是想打破DS的格局 所以共产党 又是DS组成部分 又想把DS先桌子 他不光是先老美 他就想先DS 原来DS也想先老美 但是老美呢 又是DS所利用的东西 你要先完了以后 DS的根据地就没有了 所以中共可能 没看到这点 所以当你正要 对美国下手的时候 DS的 他们这些根据地 是不干的 回过头来 他要把中共干掉 因为你把我根据地撬了 所以中共大概没看懂这一点 中共可能跟没想到 这里面背后是怎样状态 没想到 结果贸然一进攻 一进攻 以下这DS和Q联手起来 就要剿灭中共 这个是很清楚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中共基本上的 他的运输 在这种情况下 就把他的气场 因为中共过去的气场 是老美给的 给你们打气惯的 然后人家把气再抽走 一抽走 他的运势就没有了 然后把抽走的运气 交给了东南亚这些地方 他又有一个梯队的衔接 梯队的衔接 所以就把狼放出来了 把日本放出来了 把印度放出来 原来印度和日本 基本上都被捐着的 憋着里头 憋着很难受 这时候全放出来 一放出来就把 中共的那份大餐 全部封锅掉 当然后面还有其他的 大大小分 那么欧盟一看到 因为欧盟的科学技术力量 它是分散的 欧洲整体起来 它科学力量也不弱 但是它是一个分散 它国家都是分散 很多小国 这就是小国的毛病 小国分散掉了 分散掉了以后 它只能做一个补充了 成了一个补充 那么重要的调度者 是在美国这块 美国撞住了龙头 所以它有起到 一个调度作用 其他人就是一个补充 看懂了这一点 你就看懂了 整个全球的格局 这样的格局 基本上是这样运势下去 所以共产党一定会倒 我们告诉大家 基本上没有翻身的余地 哪怕你投降了 回过头来再求饶 你也得共产党 也得解体 我们讲共产党的解体 共产党解体和中国的解体 是两回事 记住 如果共产党不解体 死活抗下去 那整个中国也跟了一起解体 那么如果共产党解体了 中国可能不一定完全解体 但是会慢慢的分化 一定会分化 这个是趋势必须的 不可能留了一个这样的价值观 根本就跟世界格格不入的一个大国存在 这玩意是很麻烦的事情 理解这点就知道了 好 这段我们基本上就说了比较长了 比较长了 是希望大家看懂这样的整个大格局 这个重要在这里 下面我们看看武汉刀客的过程 OK